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伊朗在8号是以22枚的导弹 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两个军事基地作为报复 引发了国际对新一轮的海湾战争爆发的恐慌 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随后的全国讲话当中 就表态说不会做出直接的军事回应 那么如见在弦的中东局势就暂时得以缓和 不过美伊交恶已久未来的事态又将如何演变呢 2020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我们都知道那国际局势又会怎么样的去播演美国政坛 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 本台驻华盛顿记者陈令南 驻伊朗记者李锐将为大家带来前方的第一手消息 而在我身边的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 也将会为您深入的分析中东局势的走向 好 我们看到伊朗攻击两处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之后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在白宫做出了回应 他就表示呢攻击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而美国无意以武力还击 但是会立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他就誓言说呢只要他在任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那么分析认为呢美伊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是暂时得到了解除 但是未来双方仍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在伊朗空袭伊拉克美军基地一天后 特朗普在上午11点半 比原计划推迟半个小时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 陪同他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包括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艾斯珀等人 特朗普称赞美军基地提前预警机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伊朗的空袭没有造成美军也没有造成伊拉克军队的人员伤亡 美军基地也只是受到最小限度的损害 美国将会继续评估伊朗的进攻性行为 同时立即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直到伊朗改变行为方式 美国的党军基地是比以前更强 我们的兵器是大,力量、确量、犹豪、快速 下降了很多架构构 我们的大型兵器有这个大型兵器 但是并非我们必须使用它 我们并非要使用它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放弃核武器 以及对恐怖分子的支持 与伊朗签署核协议的国家 都必须认识到伊核协议已经无效 各方必须与伊朗达成新的协议 特朗普还敦促北约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 特朗普在讲话最后向伊朗释放善意 他告诉伊朗人民和伊朗领导人 美国希望伊朗拥有美好的未来 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 分析认为特朗普当天的讲话 使美伊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得到了解除 但是伊朗对美国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未来双方仍然有擦枪走火的风险 凤凰卫视王宾如白帆华盛顿报道 好的那么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美国华盛顿记者陈领南 领南你好 你好紫童 那我们看到呢 在昨天伊朗袭击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之后呢 在可以说是全世界大家都悬着一口气 就担心会爆发新一轮的中东战争 而特朗普在8号的全国讲话当中 就暗示说不会做出任何的直接的军事回应 也可以说呢 是让这个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啊 可以暂时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解除 那除了表明不会在军事上进行打击之外呢 特朗普在讲话当中 还透露给我们什么样的关键讯息呢 丽南 好的紫童 那么虽然在今天的讲话当中的 特朗普没有表明会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 那么他的措辞呢 以及态度呢 都比他早前的言论呢 是稍微放缓了一点 但是他也在讲话中呢 为刺杀苏莱曼尼的那个行为呢 做出辩护 另外呢 他也提到会对伊朗采取更多的经济制裁 直到伊朗改变他们的行为为止 那么也就包括应该放弃核武器 以及不应该再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的发展 那么特朗普也还表示呢 希望北约的成员国呢 在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方面呢 承担更大的责任 不过在讲话当中呢 特朗普并没有具体说他希望 北约的成员国呢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那么特朗普同时也表示呢 希望美伊矛盾能够化解 并且跟伊朗的领导人合作 达成共同的目标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他是释放了一个 希望两国能够对话的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因为这一次的袭击呢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呢也有报导是相信 特朗普实际上是把伊朗本次的行动呢 视为一个化解矛盾的信号 子彤 好 感谢令南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到 伊朗报复美国暗杀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在8号凌晨呢 是发射了数十枚的导弹来袭击 驻扎由美军的伊拉克基地 那美方表示呢 是没有人员伤亡 而卫星的照片就显示 遇袭的其中一个空军基地呢 设施是损毁的相当严重 那伊朗呢就警告美国不要再做报复 而外长扎里夫则是表示 伊朗不寻求局势升级或者战争 伊朗官方电视台播出片段 声称是导弹发射的情况 并指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代号 苏莱曼尼烈士行动 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攻击被美国侵略势力占据的 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 报复高层将领苏莱曼尼 在伊拉克遭到美军杀害 有消息说 基地的美军雷达受到电子干扰 未能拦截导弹 但收到预警后 人员及时躲藏到掩体内 首先预袭的是 位于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这是目前美军在伊拉克驻军人数 最多的基地 大约一个小时后 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 另一处基地也受到袭击 根据卫星照片 对比阿萨德基地在预袭前后的情况 显示基地内的飞机库等设施 损毁严重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指 攻击使用的是国产短程倒弹 向美军做出对等还击 美方因为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了伤亡 伊斯兰革命会对警告美国 不要就这次袭击进行报复 否则美国及其盟友将成为打击对象 甚至连美国本土也不例外 伊朗外长扎里夫发推文指 伊朗有权自卫攻击 曾经击杀苏兰曼尼的军事基地 伊朗不寻求局势升级或战争 但将捍卫自身免受任何侵略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最终的复仇是将美军赶出中东地区 方卫视总和报道 好 我们再带您聚焦到 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互相采取军事行动之后 可以说全世界都在不安当中等待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回应说 伊朗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方的人员伤亡 就不准备采取武力回应 那么伊朗的分析人士就认为 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停战了 但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还将继续下去 而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 伊朗是最大的赢家 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美国和伊朗从未如此接近战争的边缘 他现在的心情就像过山车 同时我们把战争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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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战争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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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士认为 伊朗采取了非常理智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战争取出了 我们把战争取出了 让战争取出了 我们把战争取出的 他们把战争取出了 战争取出了 战争取出了 可见 顾客是 一旦那时 首先,我们有一些设计的设计 我们有一个设计的设计 但是,之前的设计 设计的设计 和计计的设计 我们想要 前22年22的设计 我们有一个设计的设计 我们发现了一年 那些年代的设计 现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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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 这些设计 我们做的设计 现在的设计 没有任何设计 甚至是 设计 设计 美国的设计 富汉卫视 李瑞浙卡木森 德克兰巴道 现在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来 连线本台 住伊朗记者李瑞 李瑞你好 斯特你好 那你是从昨天 伊朗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开始 就在全程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 在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之下 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伊朗国内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伊朗官方目前对特朗普的全国讲话 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好的 紫彤 其实呢 就是从昨天到这个特朗普讲话 可以说这一天 对于很多伊朗人的说 确实心情就像过山车 跌宕起伏 而且呢 就是在特朗普讲话之前一个小时 我们就出发去采访专家 我就发现这个街上就出奇的冷清 没有什么车辆 就原来本来就是应该很繁华 很拥挤的道路 突然长通了 所以我就问了很多人 他们多数在家里头 都在看这个特朗普讲话 因为这个时候也很担心 确实非常担心 这个战争会爆发 而且很多人呢 就是很忧虑 是不是要把小孩送出去 送到哪里去 那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特朗普讲话之后 我看到这个社交网站 很多民众都发表讲话 都很高兴 松了一口气 那么现在呢 官方还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对这个特朗普做出回应 不过呢 就是我们了解到 就是我们知情人士告诉我们 其实那个美国和伊朗早就通过气 而且呢 是在这个就是伊朗发这个袭击之前 就已经警告美国 要他们赶紧撤离 不然的话就会有人员伤亡 所以呢 这个伊朗这个度是把握得很好 既轰炸了美军基地出了口气 同时还没有让美军人员伤亡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后 美国和伊朗也暗中通气 伊朗是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 向美国发送消息 美国也是通过这个伊朗驻联合国代表 拉万奇发送消息 都表示双方并不想寻求战争 其实暗中已经达成协议 所以呢 其实我们外界不知道 可能伊朗内部人士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态 不会向这个战争发展 自通 好 感谢李锐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和分析 我们再来看到呢 伊拉克安全部门说 当地时间的8号深夜 有两枚卡丘沙火箭弹 是落在了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附近 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袭击发生之后呢 巴格达就警笛轰鸣 火箭弹就落在了政府大楼和外国使馆云集的绿区之内 爆发了爆炸并且起火 那其中的一枚火箭弹呢 距离美国大使馆 仅有一百米的距离 好 那么相关话题呢 我们现在就请时事评论员 更新先生来给大家做点评和分析 更新先生你好 你好 那我们看到呢 2020年这个一开年啊 美一局是在苏莱曼尼被刺杀之后就骤然升级 那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冷的这种交战 现在变成了热的摩擦了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美国会选择采取这样的行动 是 这个我这个这一年多啊 我经常讲啊 在半岛行事缓和之后我就说半岛打不起来 我几年前我就说了 但是中东不一定不打 因为这是一个朝核一个一核 两个核 你注意啊 这个今天的这个凌晨 特朗普讲了一句话 就是美国事件了 他就说的 他说这个 这个对于伊朗 我们还应该回归到一个一核的这个这个框架 就是说我们不能允许他有核武器 而且他要求欧洲包括中俄都应该跟他站在一起 应该呢放弃原有的一核协定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把伊朗 美伊现在的矛盾 我们是认为他马上就要大打出手的这么一个形式 把他又迁回到了所谓讨论一核协定的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 这就是一种比较明显的 是我认为一是双方 刚才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消息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就是美伊之间有一些管道在互通 他们这个在 明着在这个撕破脸的 好像似乎要开撕的情况下 但其实下边还有一些暗通款取的这个部分 这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看戏的时候 要看到明台词也要看到浅台词 那么美国呢 其实他一直是 大家老开玩笑说特朗普上来三天多 叫吵架不动手 他向来是吵得比较厉害 动嘴 但是有一个 我开手有时候 我说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但是不是全部 特朗普在中东就是又吵架又动手 比如说这个叙利亚内战 收拾导弹 几十个导弹就都扔过去了 对不对 而且不止一次 这样的情形 而且在中东这个地方 他的动作都是实质性的 耶路撒冷牵管 什么格兰高地归属 一切你看他都是这样 但是呢 他在其他的问题上 比如涉及中国的问题 或者涉及和俄国直接碰撞的问题上 他都比较客气 比较温和 朝鲜问题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贸然的 就非常危险 我跟你说他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因为他打的是对方一个人 而且你要注意 伊朗这样的这种体制 他人质的成分非常大 就是某一个特殊的一个领袖 对这个整个的国家 或者整个体制的这个作用 非常明显 在这个时候 他就做斩首行动 这个是非常有风险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两个动因 一个是内部动因 一个是外部动因 内部动因就是我们所知道 就所讲选举准备期嘛 要给自己加分 要争取点政绩 特别是美国总统在连任的时候 都需要有点市墙的一些动作 特别对外 对 对外市墙里边 他现在我刚才讲了 半岛等等等等 都不适合的时候 都不方便 都是铁板的时候 他就选了一个相对软弱的木板 或者是一个 他认为可以踢得动的地方去踢 就是中东 这就是他选择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动因 这是他的政治利益 对外就是说 他现在在中东这个地方 连续几年 他在战略地缘格局 还有能源的分配格局 以及他的霸权格局上 都受到了俄国等其他大国的一些挤压 他希望能够挽回这样一个损失 好 感谢根基先生给我们做了点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 一会儿见 好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波斯湾战火特别节目 继续带您看到呢 伊朗在8号对美驻伊拉克空军基地 是发动了导弹攻击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随后就发表了全国演说 表明了袭击是伊朗民族 狠狠地扇了美国一耳光 他就强调说军事袭击并不够 美国必须撤出中东地区 哈梅内伊在早晨的讲话中 首先表示 夜里的导弹袭击 是对抹黑苏莱曼尼将军的报复 是伊朗民族狠狠扇向美国的遗迹而光 哈梅内伊还说 与美国人对抗军事袭击并不够 最重要的是 美国在中东的腐败存在 必须总结 美国人对抗黑苏莱曼尼 美国人对抗黑苏莱曼尼 全都结束 哈梅内伊还表示 与美国人谈判就是引来干涉和驻军的虚取 这一切必须结束 哈梅内伊最后强调 地区林国和其他国家 只是口头上反对伊朗 但没有实际行动帮助敌人 那么这些国家就不是伊朗的敌人 方卫士 这看了李宫森 德克兰报道 好 接下来更多消息 我们再来连线本台 驻伊朗记者李锐 李锐你好 紫头你好 好 我们看到在伊朗袭击 美国军事基地之后呢 特朗普宣布 不会对伊朗做出任何 直接的军事回应 那可以说呢 是让国际社会也松了一口气 那刚才呢 在跟你连线当中 你也提到过 是否是如舆论所讲 伊朗这次袭击 只是为了发挥一个 军事示威的目的 其实他们之间已经通气了 那对于接下来 来自美国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 伊朗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措施 好的 紫头 那其实啊 这一次就是伊朗的这个做法 还有美国的回应 就是是让很多人都认为 伊朗和美国的这种战争 急触急发 但实际上就是并不是这样 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 现在都各退一步 故乡给对方的台阶下 但是现在呢 就是可以在国内呢 确实是这件事情给伊朗 还有就是在伊朗的地区的影响力 确实提高了一个台阶 从此以后 伊朗人至少在地区 他是非常非常扬眉吐气的 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 2018年 美国退出核协议 对伊朗市制裁 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开始缩减 同时伊朗的国内的经济 受大幅的这个影响 现在伊朗的经济确实是不如两年前 那现在呢 伊朗现在就是一方面通过这件事情 提高了士气 团结了国内民众 同时在地区的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其他的国家 地区国家 见到伊朗 包括沙特 阿联酋 这些国家 那都是要低下头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但是在伊朗目前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经济 40年来伊朗的经济 是他的最大的挑战 而目前是更严峻的挑战 因为即将面临的是美国更大的压力 而这两年呢 其实民众对于鲁哈尼政府 其实非常不满 就是因为他没有采取有效的举措 来提振经济 反而让经济大幅度的这个落后 而且呢 这个尤其是在伊朗霍比利亚 大幅贬值之后 民众的怨言是越来越多 所以目前呢 可能伊朗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要 就是反省 这两年到底做了哪些不好的举措 然后要把这些举措呢 要开始进行大幅的改革 来应对美国更严厉的制裁 我觉得事件也是当务之机 子通 好的 提振经济来抵制外来的这些制裁 OK 我们感谢李锐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继续带您关注到呢 美国与伊拉克军方在8号证实 在伊朗对两处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空袭之前啊 美国的军方其实是已经收到了警告 那分析又认为呢 伊朗此次空袭是有所保留的 也并没有使用最尖端的导弹技术 同时呢 还避开了袭击军事基地的人员密集的这样的区域 有助伊拉克美军8号向福克斯新闻透露 在伊朗对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和阿尔比勒基地发动空袭之前 美军已经提前收到了警告 基地防空系统也提前启动 伊拉克总理在一份声明中称 伊朗在空袭前曾告知伊拉克很快将会发动空袭 由于美国与伊拉克军队共享军事基地 因此双方共享情报 不仅如此 在阿萨德基地的其他国家军事人员 包括了芬兰 立陶宛也收到了提前通知 另外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前 美军的预警机 飞行雷达都侦查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动向 美国的间谍卫星也记录了伊朗导弹装备的一举移动 这也是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7号下午紧急召开 记者会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但如果开战 美国准备好赢得战争的原因 消息人士指出 埃斯珀曾希望伊朗能够选择放弃报复行为 根据美国国防部初步评估 有10枚伊朗弹道导弹击中了阿萨德空中基地 1枚击中了阿尔比勒基地 还有4枚未能击中目标 美国军方指出 伊朗使用的是 十几年前老旧的导弹发射技术 并非伊朗最先进的导弹 还有商业卫星图像显示 伊朗锁定阿萨德空军基地 不太可能有人员出入的区域进行攻击 伊朗的攻击对象可能主要是 针对建筑设施而非基地人员 分析认为 这显示出了伊朗在报复美国的同时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凤凰卫视 王冰如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好 那么现在更多消息 我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美国华盛顿记者 陈领南 领南你好 子彤你好 那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于昨天的袭击伤亡的情况 是有截然不同的表态 美军称零伤亡 那如果是属实的话 就印证了伊朗本次报复行动 它其实是象征性的 它意在是对美军进行一个警告 那对此美国国内有哪些分析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子彤 那么美国国内目前评论员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评论员认为 这一次的袭击 美军是并没有对这一次袭击造成的损失 进行一个彻底的评估 虽然说这一次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在武器以及情报资源方面的这一个损失 将会给后续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有评论就认为 并没有做出一个非常彻底的这么一个评估 也有人认为 伊朗这是在不造成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不会进一步让矛盾升级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之下 告诉美国伊朗是有能力打击美国的这个基地的 也有评论认为 这一次的行动 包括是保守派的这一些评论员认为 这一次的行动算是 伊朗在向伊朗国内的民众 发出这么一个告示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报复苏莱曼尼的死 已经是对美国发动了袭击 那么也就是相当于在伊朗国内的民众面前挽回尊严的这么一个行动 好 感谢令南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现在也请时事评论员庚先生来给大家做点评和分析 那庚先生我们看到呢 这一轮的美伊之间的较量 它的发起者是美国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美国在其他的一些区域的问题上 比如说对朝鲜 它是表现出来一个缓和的态势的 那这次呢 它对中东的这个比较强硬的姿态是没有改变的 那为什么它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姿态 接下来它对整个的中东局势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连锁的反应 这个反应呢 大概有这么几方面 一个就是说从整体来说 美国这个动态 它是第一大国嘛 它又一次的带头 破坏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处理纠纷的一个基本准则 和一个包括联合国的一些具体的规则 它都被破坏掉了 就是说突然的用斩首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 就是人身毁灭的基本 就是这种极端方式来打破平衡 进行了一个这种 实际上是在促使这个本来就已经很恶性的一个博弈状态 又实现了一个升级的可能 好在呢 我们在这一两天看到了 双方都采取了 特别是伊朗方面 其实采取了一个比较克制的态度 就是说因为受伤害的首先是他们 对 从一开头美国撕毁伊核协定 这根子就在美国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动因是美国 主动方这个所有挑事的都是美国 声势是美国 这是一个基本点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 就是它在破坏了这个整个大局的规则的同时呢 它破坏了美国和盟国的信任关系 你看英国上来就说 这个事我们事先可不知道啊 你只跟以色列说了 跟我们这些所有的北约相关的军事盟国 都没打招呼 那你这什么意思 你是真要打仗吗 你要打仗 为什么不跟我们讲 那我们怎么配合你 对不对 这就说有一个信任关系 同时 它破坏了和中国俄国这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关系 就是说我们之间遇大事应该有商量 尽管我不一定赞同你 但是至少我要知道 我可以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这样能够约束 适当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它没有做 那么以后中俄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 一系列的大国信任关系的一个破裂 同时就是它激化了美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 和中东和各国和相关的这些 比如说包括原来巴以阿姨 已经是比较激烈的这个矛盾当中的 这些复杂的关系都会激化下来 激化起来之后 这个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 这不仅仅有什么像什叶派的这种联合呀 然后什么这个两一 这个伊朗和伊拉克 以及叙利亚 黎巴仁这样一个反美联盟的形成 以及俄国的进一步的介入中东取得优势 这些还都是思想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美国它可能会面对 全世界人民各国的这样一个批评 就是你这个国家是不是办事情太没太不靠谱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最大的损失 这种负面的效果仅有还会显现出来 好的 谢谢更先生给我们做来的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8号 袭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两个军事基地 国际社会是密切地关注着中东局势的进展 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在关注这个话题 马上去带您看一下相关的报道情况 我们现在伊朗可能还处在阶段一 可能还会有阶段二 阶段二 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袭击 遇到其他的袭击 还有一点我要支持的是 我们要对伊朗的目标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特朗普一直在说 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于实现这个目标 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 我们并没有任何接近这个目标的措施 在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局势的升级 我们到目前还不知道 特朗普是否有战略来实现 与对伊朗的目标 我的父亲来自伊朗 我的母亲来自伊拉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的电视台 对整个伊朗局势的关注 在1991年之后 我就来到了伊拉克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的残忍状态 好 我们在淡定看到呢 这次被特朗普亲自下令 定点清除的伊朗的高级将领苏莱曼提 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 圣城旅的指挥官 而伊朗的军事最高指挥官呢 也是伊朗共和国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最高级别的将军 伊朗的三号人物巴盖里 曾经是接受过凤凰卫视 风云对话主持人傅小田的独家专访 这也是伊朗的最高级别将军 历史上第一次接受海外媒体的专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 也是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曾就波斯湾局势和与美国的关系 表达看法 他说一旦伊朗受到敌国袭击 伊朗有充足的经验 勇气和意志保卫国家 您会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战争的阶段吗 您此时有在做最坏的打算吗 再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问题 没有说明 这没有意义是让别人无法接触和其他人无法接触 道理和战略和设计则 这就是因为战略和战略是不道理的 但如果每个人都在实际上做战略 我们知道在今天早前美国就宣布认定 伊斯兰革命委队为恐怖组织 您作为伊斯兰革命委队的最高指挥官 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呢 2019年4月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委队列为恐怖组织 巴格里说他对此感到骄傲 而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国将对苏莱曼尼定点清除行动 定性为防卫行动 而非媒体所称暗杀的主要离聚 冯凰卫视傅小天北京报道 好的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波斯湾战火特别节目 一会儿见 好 各位好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波斯湾战火特别节目 继续带您关注到美国国会议员在8号对美意矛盾做出表态 民主党议员就批评特朗普政府发动袭击导致了矛盾升级 而共和党的议员则是认同当局的做法 民众也对这场矛盾的意见不同意 美国国务院 中情局 国防部官员 8号下午向国会参众两院交代上周袭击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细节 随后多名民主党众议员召开记者会 批评当局对为何发动袭击所提供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无法证明伊朗构成威胁 他们又指责当局鲁莽行事造成今天的局面 呼吁通过立法限制总统的军事行动权 有共和党议员则表示 当局刺杀苏莱曼尼理由充分 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也有共和党议员不满当局的做法 将倒戈支持限制总统军权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迈尔 认同特朗普应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的方法 呼吁议员们不要妄下判断 议员们各有各的看法 民众也对美伊矛盾意见不一 有民众表示不希望看见矛盾升级 也有民众赞扬特朗普的应对方式 他选择什么比较适合 什么比较适合 什么比较适合 我认为这个很危险 很小的人的决策 这可能会影响 世界上的大量多数人 所以这很可怕 我认为总统的方法 凤凰卫视陈令南华盛顿报导 更多相关消息我们马上再来连线本台 驻美国华盛顿记者陈令南 令南你好 你好子彤 那我们都知道令南 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是受到重大外交事件 会受到影响的 2020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很重要的一年 那一开年就遇上了中东危机 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舆论声音 民主党共和党两党 又是怎么样来表述他们的立场的 从我今天采访的来看 民众基本上都是按照党派路线 自己所属的党派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比方说保守党派的这一些民众 他们就认为特朗普现在对伊朗 采取这个强硬的措施 这么样一个态度是恰到好处的 不仅不会将这一个矛盾升级 更有可能是能够化解矛盾 而且还能够保护美方人员的安全 但是稍微民主党派那一边的那些民众 就认为这一次的行动 可能是会造成这个矛盾升级 也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比方说带来战争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后果 这一些民众是不认同的 那么议员方面 他们也基本上是按照党派路线来表态 很多民主党议员认为 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这一次应对方法 其实是非常鲁莽的 而共和党议员 他们则认为非常赞扬 总统特朗普采取的这么一个措施 那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 明天也就是星期四九号 众议院就会审议一项共同决议案 也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么这一个决议案 估计是在民主党人占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众议院 估计是会通过 但是到了以共和党为主导的参议院那一边 比较难度就比较大 但是成败也是要看选票的 好像我刚才跟大家报道的这一个 两名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们表示将会倒戈 那么可能离这一个决议通过也会更进一步 现在先把时间交换给林子佟 好 谢谢令南从美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 相关的话题我马上也请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 来给大家做分析和点评 那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昨天在特朗普讲话之前 大家其实都是有点担心 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和回应 那如果是他选择了进行报复 那可能就这个胡耀桶就打起来了 那他最后是选择不进行军事回应 对 比较缓和 您是怎么看他的这个选择 那如果他要出兵的话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 对 他现在呢 所以我说这个中东的局势比较那个诡异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半岛不会打 但是中东有可能会打 前两天在阿曼湾闹事的时候 我就说我说这个完全有可能 一个是中东的形势和半岛南海形势完全不同 和台海形势完全不同 这是一 第二就是美国如果说 特朗普说 我美国最强的就是军事力量 而且他是总统 他有这个权利来在这个事上来做点手脚 来为所欲为一下 施展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施展的这个阵地 战场只能在中东 别的地方他施展不开 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可能 所以我刚才我讲了 我刚才特别为什么我要强调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中东这个地方是有风险的 而且他今后 尽管今天缓和了 明天还可能会伤出新的事情来 这很难说 就这是一个 但是同时我必须要说 他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首先就是国内 你看这次国会 这个明天一讨论这个事 这个就是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升级版 就是说我具体针对伊朗这个事 美国要想再做新的军事动作 一定要先经过国会 因为这次他连国会也没打招呼 他不仅没有向盟国打招呼 对国会也没有说 按1973年的法案 他应该是在战前 就开火前的48小时内 要向国会做出一个通知 结果他没有做 尽管他可以说 我这个并不是战争 我还没有宣战 他可以这样讲 但是实际上非常容易引发战火 这大家都说心知肚明 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美国老百姓不想打仗 这是个 不是说这两天 美国那个什么什么兵役的 那个相关的这个网案 都给打爆了 因为年轻人都说了 我能不能取消 我原来登记的 就是因为 从18到25岁 是一个服兵役的这么一个年龄 这个就说明上民心所想 这就是票啊 对不对 你不就是为了选举吗 如果你的选举 和你这次的动作 有矛盾的时候 那么你到底是舍哪个 他肯定是要舍掉打仗 这时候 所以我说这是内部制约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外部制约很简单 刚才我说了 盟国不支持 这个他也没有去 刻意的去营造 这样一个准备打仗 或者实施打仗的 一个合作环境 国际合作环境 他没有 和所有军事盟国都在吵架 北约和日本和韩国 都是这样 然后进而呢 就是我觉得中俄 一定会做出一个强硬的反应 就是你要想在中东搞乱的话 我不会答应 而且现在事实上 在中东这个整个地缘格级 和能源格级当中 这个俄国现在比较占线 咱们实际就是说 不仅是叙利亚内战当中 实现的这么一个基本的 俄国和土耳其和伊朗等等 相关大国的这种合作 而且更重要 就在能源 最近咱们知道 俄乌达成协议了 俄乌这个管道 这个油气管道继续可以用 同时呢 俄国在北边 通过波罗地海 海底的这个 北溪二号的这个管道 也通了 就向德国去输气 这样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俄和 俄国和这个欧洲的合作 现在很明显在上升 欧洲主要大国 英 法 德 什么意大利 所有的国内民调 都是70%以上的民众认为 应该缓和和俄国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 美国想在中东 跟俄国翻脸来做动作 他做不通 你明白这意思 这个制约对他非常明显 最后我觉得 就是我们时代的制约 在这个和平发展 合作的时代 任何打仗 都是得不偿失 好 感谢庚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我们再来看到 美伊局势升温 以色列作为中东的美国 最主要的盟友 是否会以某种方式 来进行介入 是引起了大家的 多方面的猜测 而以色列国会和军方 就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 以应对可能升级的 美伊矛盾 请看前方发回的报道 美国对伊朗少将 苏兰曼尼的斩首行动 震惊了全世界 以色列官方表示 并不知情 但坚定支持美国 在中东的所有决策 以色列国会和军方 也召开会议 对美伊局势升级 可能带来的影响 进行了讨论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更是强硬表示 若以色列遇到袭击 伊朗会遭受 难以承受的打击 伊朗方面表示 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打击 造成了80名驻伊拉克美军 已经完成此次的复仇 并是在联合国 宪章框架下的合法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发言 宣称美军没有伤亡 将对中东地区增兵 同时对伊朗增加 新的经济制裁 以色列专家认为 不论美伊关系如何变化 以色列都有着 丰富地应对伊朗的经验 伊朗宣称 若美国的中东盟友协助美国 对伊朗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 伊朗下一次复仇的目标 会扩展到所有帮助美国实施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 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之后 中东各国局势进一步紧张 以色列官方虽宣称支持美国在中东的所有政策 但有学者认为 以色列并未准备好全面介入对伊朗的冲突 以及未来可能的战争之中 社会各界应对美伊局势升级 做好充分准备 凤凰卫视胡小宇耶路撒冷报道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欢迎您再关注我们的波斯万战火特别节目 一会见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波斯万战火特别节目 带您继续来看到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是升温 那对此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号就表示 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那同有关各方的会保持沟通 来推动局势 能够尽快的降温 妥善应对当前局势的发展 挥发更大的负责任的作用 而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呢 就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和机构 要密切的关注地区的安全形势 也要提高景地注意安全 耿爽表示 中国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 妥善解决矛盾分歧 当前中东地区的形势复杂敏感 中方一直高度关注着相关事态的发展 我们呼吁有关的方面保持克制 中方一贯主张 有关各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 来妥善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分歧 来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有表示 中东地区形势进一步恶化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 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 为推动局势尽快实现降温 妥善应对当前的局势发展 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耿爽还表示 在中东海湾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第一时间同多位 其他国家外交部长通话 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推动事态尽快实现降温 中国也在安理会 同有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呼吁安理会承担起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 来给大家做点评和分析 那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紧张 那中国外交部呢 也是表态说呢 要呼吁美伊都要降温 那更新先生 您怎么看中方和其他国家 在这个中东局势上 可以做出的一些努力 这次啊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美伊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互相之间 有沟通等等 都说明什么呢 三个字叫成熟化 即使吵嘴也比过去成熟一些了 对不对 你不是那就是上来就抓脸 就乱打 他不是这样的 稍微的显得呢 好像大家都有点分寸 有点克制 克制 在争吵中有克制 在对抗当中呢 又有磨合 这个很好 这个局面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互换 也是大家利益所在 中国正是在这里边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中国历来主张国际纠纷 特别是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 重大矛盾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是 何为贵 忍为高 谈为上 信为先 而且合作不仅仅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选择 也是我们处理纠纷的一个最好方式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中国可以 比如说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各种的国际多边组织 通过一和协定的这个 这个六加七的这个协议等等 这样一个机制等等 有各种的方式都可以从中介入进行协调 中国过去做出了贡献 今后仍然会做出比较好的贡献 好 感谢更先生给我们做来的分析点评 那我们看到呢 伊朗袭击美军基地 中东局势骤然升温 美伊的恶斗的白热化势令 全球都担忧海湾战争可能再临 那伊朗下一步还会有哪些行动 美国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凤凰卫视中文台咨询台香港台 今天下午三点将并激推出 波斯湾战火特别节目 为您进行解读和分析 敬请留意收看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 波斯湾战火特别节目 而未来的中东局势 依然是颇数迷离 我们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更多凤凰卫视资讯 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是朱子彤 也感谢更先生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